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马无配了 但是民进党就会等在后面 会持续的观察 那问题是到底要等多久 他这个时间会拖很长吗 我想是不是东豪你来看一下 他不会拖太长 不过对于蔡英文来讲 目前来讲所有的一切 他是有他自己的节奏 你看得出来是说 当他新北市市长选输之后 第一件事情是吴乃仁 帮他成立了一个智库 那很清楚的这个智库的目的 就是在解决对中国政策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 然后再过来是辅选 那他的那个党内初选的 那个办公室所有的成员 就来自于其他党 其他派系的人 就是不是原来大家所熟悉 他在双方党部的党工职的这批人 那因为那批主要是他在新北市 选举时候的干部 所以那是一个阶段 那到了这个阶段 你就看到更多不同派系的人进来 那当然苏系在这里面的角色 看起来相对是比较薄的 那整个来看的话 最重要的其实 蔡英文现在要做的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你的出访 因为这个时候的出访 就是出口转内销 到欧洲到德国 他也见到谁做哪些事情 然后未来下一步的美国跟日本 这个就是在增加所谓的 呼应他所谓的这个 跟着世界去进入中国 这一系列的论述 这是他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当然是 他的副手人选 我记得那时候 像理老大 大家应该很清楚 那时候 在2000年内葬的时候 宋楚瑜先生 那时候声望非常高 那各方其实都在关注于说 宋楚瑜的副手会是谁 那当时来讲 这个除了少数他核心的人知道以外 外界其实拆的非常多 光是那个揣测的过程 就是一波的造势活动 那后来找了张昭雄先生 那一波基本上来讲也是有加分 然后你看得出来 那个格局就是说 好 宋先生他是外省级的 所以找了一个本省级的 一届的 南部人 然后在长庚大学当校长 这个新闻界或者观察者 就会在这里面开始做文章 开始各种不同的分析 那对他来讲 那一路都是加分 不管加多少 那你再看 蔡英文在后面最重要也是这个 他的副手人选 是从既有民进党内 还是从民进党外 这个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加分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苏贞昌先生 他已经排除了 这个副手的可能性 然后这个立委 立委的作战的领前部分 他大概也排除了 所以他能够相对拥有的空间 其实是比较窄的 那未来来讲 就是说他能不能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他出多少例 民进党里面的人 其实是圈内人都看得懂 那整个来看就是说 你要看他后面才知道说 他能够扮演的角色在哪里 那这是整个运作的核心 在他出国的这段时间 就是看吴乃仁 好 我们继续就要来讨论 那如果说就蓝营的选举的部分 我们要看 国民党应该是要 这个团结一心 要求整合 可是呢在这个时候 一旦地方有炮打中央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就会影响到选情 我们看到行政院打算要把台中的这个黎明新村办公室呢 那么牵到南投的中兴新村去 结果台中市长胡志强和南投县长李朝青 获邀参加这个龙舟比赛 结果这个互动显得相当的微妙 而李朝青还当着胡志强市长的面呢 说这个欢迎黎明新村牵过去 但胡志强呢则是抱持着一个反对的意见 我们先带你来看一下这段报道 入港龙舟赛台中市长胡志强 遇上南投县长李朝青 气氛看似愉快 其实有点尴尬 就为了行政院要把黎明新村办公室 牵到南投的中兴新村 黎明新村的那个单位 能够到中兴新村来 比较集中办公 我想这个事很好啊 那黎明新村在台中市这个地方 他们也可以好好的运用 一级两得 他永远欢迎我们去啊 他还希望我搬到南投上班 反正都是中台湾嘛 李朝青先发志人满脸笑容 说非常欢迎公务员到中兴新村来办公 台中市的黎明新村1975年5月份完工 居民有1316户 总面积有40亿公顷 前身是台湾省政府 目前是行政院和经济部的中部办公室 也是外交部领悟局和观望局的台中办事处 如今行政院有意要将黎明新村移往南投 让胡自强不太能接受 我是反映民意嘛 那行政院也很重视我们的意见 很快要开协调会 那我讲反映民意 怎么能说是跟中央抢枪或抛打中央呢 张务府机关的捍卫战 两个县市还要跟行政院开会协商 但是已经销到了严校尾 周运城梦辉彰化采访报道 好看到呢 这个两大报都用比较大的这个篇幅来报道 这则讯息包括联合报 我们看到放在头版的位置 是胡志强反对 然后炮打中央用这样的形容词 不过胡志强则是不以为意 他甚至认为说不能讲我是炮打中央 地方本来就有他的意见 然后呢他说他想不透中央 为什么有理由要破坏环境呢 而致函无愧希望他要尊重地方意见 好然后呢这边我们看是中国时报的标题是胡志强 市长他说五都啊大人穿鸡那口 然后质疑五愿为何不分开先从台北移出来 好再者呢我们来看看过去胡志强 他对于这个许多的议题呢 是不是真的跟中央有不太一样 包括五都合并 他说仍然是省辖市格局 大人穿小孩裤子吗 哪里讲我们是伙伴啊 他说是我们的伴 我们心里却很火 五愿真不能分开吗 台北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台北问号 好再者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 这个要迁到南投的李明新村 胡志强市长有意见 沈大老爷怎么来看胡志强市长 他现在的角色呢 他说他背负着民意啊 那这个时候呢却又被质疑说 你是不是在炮打中央闹不合欸 很两难喔 这个有几个层次啦 因为媒体有一个坏习惯 本来你也没有炮打 他把你写成炮打 没有呛声写成呛声 这个我过去的经验最多了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胡志强就没事 但是如果胡志强 他的讲话的内容 对中央是有很多的不满 那你现在是执政党一份子 是北山都的一都 而且你从就任到现在 平常你讲 你对国民党整体大家的观感 其实你是负面的 你对国民党 到目前来讲 不是资产 而是负债 那既然你晓得 你自己是负债的话 你这一方面进一步的伤害 你就要尽量的想办法去避免 你都讲过协调会快要开了 你很多话不能够在协调会里头讲吗 你要给免疫体制造这种 砲打这种印象 我觉得是非常不妥 那至于黎明社区 要不要搬到南头去 我们这种从台北看中央 看中部的 或是从台北看南部的 我们其实是不好意思去讲说 谁是谁非 但是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 那我认为胡市长到目前为止 就马英九整体要竞选连任 或者国民党给大家的这种 支持度的观感来讲 我觉得胡市长你要晓得 你到目前为止 对国民党是没有正面的 所以你要尽量想办法 为国民党加分才对 是好这个光晴是不是先谈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在想 这个明明都要开协调会 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意见不一致的话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 要先把它掀出来 把它闹这么大呢 其实过去 在这个省长宋楚瑜的期间 他在这个统筹配备款 这个诸多问题上面 他也经常的跟中央暂缓掉 那时候还有媒体给他封什么 像谈谎床床 三不五十就谈一下 但是我说胡市长的状况 跟当初宋省长不一样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你自己扪心自问 在施政表现上面 政治实力上面 你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 宋省长没话讲 我觉得在那时候 在这个省府的建设方面 但是胡志强最近风波频繁 就从那个选前的那个 翁秦兰事件 叫阿拉大火事件 到最后我们之前节目有探讨 就是说事情又发生了 结果你叫记者说 你不要误网 你去问那个警察局 你去问警察嘛 那种态度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在外面坊间吃饭的时候 很多人谈到胡志强都说 哎这个人怎么变这么多 这个人怎么一泄千里 怎么整个崩盘的那种感觉 好你今天把所有你自己在台中市 合并前合并后 你自己招致外界抨击批评的 施政不利这个问题 你把它转嫁到外面 你怪东怪气 第一个他打这个所谓 大人穿小孩子的裤子 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相关法律没有配套 你让我钱拿的不够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市做好 会给他这种感觉 第二个他说迁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把司法院考试院跟健常院 你应该去转移到台中来 应该迁到台中来 意思是什么 我们台中不受你们重视 你们都用台北的观点来看我们台中 好像觉得台中是被人家忽略的一个 边缘化的一个卫星城市 五度中间的一个 这两个会特别特别 会让人感觉说 你把你的自己的不顺遂 跟外界对你的一个另眼看待 你把同样的丢给中央了 都是你中央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外界看了 那个观感的问题 第三个黎明社区要不要迁移 我觉得要看就是说 你中央你规划这个国有土地 未来要怎么运用 如果你运用的不合理 你干嘛要叫把人家牵走 一千多户嘛 如果你是觉得 你这个规划是真的 不管是各方面的经济发展 或者各项的考量是有必要的话 那牵走 然后跟中央中兴新村 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未尝不可 但是你要提出一个 很有力的一个说服力 好待会回来这个 听听我们台中人的意见 东豪的意见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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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